欢迎来到我们的汽车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穆子 今天我们将带来三条令人瞩目的新闻 首先 我们来看看一个大胆的决定 一位投资者选择将他的黄金退休金 换成两辆跑车和一匹马 他的冒险是否值得呢 接下来 我们关注一起令人心痛的车祸事件 一名司机因酒驾导致两人死亡 现已认罪 最后 我们带您到波特兰 一个23层高楼连续数周抛下罐头 究竟是谁在背后搞鬼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报道 一些冒险的DIY投资者选择放弃 他们的金光闪闪的养老金 转而选择定义贡献计划 这样他们可以自己掌控财务 并享受更好的税收优惠 Dave Pickett在61岁时 决定放弃他在HSBC工作的最终工资养老金 尽管这意味着 他将失去每年11266英镑的保证收入 他选择将养老金兑现为425000英镑 并自行投资 他和妻子Molly每年从基金中提取35000英镑 远超过他原本的养老金收入 这显著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尽管已经退休近10年 他们的投资组合仍保留了一半以上的本金 Dey认为 掌控自己的财务是无压力的秘诀 并强调没有人能比自己更好地管理自己的钱 CBC报道 去年夏天在东区发生的一起致命车祸中 司机Shellyn McKay对多项指控认罪 包括因酒驾导致死亡的罪名 事故发生在2023年8月2日 导致Frank Worry和Innocent Mohorza死亡 另一个司机被消防员救出 McKay在事故中幸存 并在9月面临多项指控 周五早上 他在沃泰华法院认罪 包括两项因酒驾导致死亡的指控 一项禁止驾驶期间驾驶的指控 和一项未经同意使用机动车的指控 此前McKay在2018年就有一次酒驾的前客 The Independent报道 波特兰一栋23层高楼的居民 遭遇了一场罐头雨 罐头从高楼上被扔下 严重威胁到行人的安全 Higgins餐厅的员工Lauren Ellis 发现他的车顶被一个罐头砸凹了 而其他员工也经历了几次 近乎擦身而过的惊险时刻 波特兰警方表示 这种情况极其令人不安 他们正在努力确定罐头的来源 尽管已经收到多次报告 但由于大多数人家中都有罐头食品 调查变得异常困难 Led Tower的管理团队 已经向住户发出通知 要求他们报告任何可疑行为 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拍摄视频或照片 目前 居民们仍在等待肇事者被抓获 美联社报道 叙利亚伊德利布省的反叛分子控制区内 抗议活动持续升级 反对最强大的叛乱组织解放沙姆阵线HTS 周五 HTS成员在伊德利布省多个地区 包括省会伊德利布市和主要城镇 如吉斯尔 舒古尔 比尼什和萨尔马达等地 向空中开枪 并用棍棒殴打抗议者 导致一些人受伤 这些抗议活动始于2月下旬 一名反叛派系成员 在HTS监狱中 据称遭受酷刑致死后爆发 尽管HTS随后释放了数百名被拘留者 但许多人仍然被关押在其 总安全局管理的监狱中 HTS的领导人阿布 穆罕默德 格拉尼警告伊德利布省的显贵们 要求他们说服民众停止抗议 称示威者为无政府主义者 HTS在过去几年中 试图与基地组织保持距离 并将自己包装为一个更为温和的 叙利亚反对派组织 但其严格的宗教统治和镇压反对者的手段 使其在反叛区内成为最强大的组织 CNN报道 ESPN记者杰夫 达林顿目睹了世界排名第一的 高尔夫球首四颗地 谢弗勒在肯塔基州路易斯威尔的 PGA锦标赛第二轮比赛前 被逮捕的全过程 使他成为这一奇特体育事件的核心 谢弗勒在试图绕过一起 致命车祸现场时被捕 并被指控犯有重罪等多项罪名 达林顿不仅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 还试图进行干预 但未能成功 警察在谢弗勒的车前试图阻止他 随后将他推向车并立即戴上手铐 谢弗勒的律师表示 这只是一次误会 谢弗勒持有媒体证件 并按照指示进入场地 PGA锦标赛因此推迟了一个半小时开始 PGA在声明中对受害者家属表示 深切哀悼 雅虎新闻报道 美国俄亥俄州米德尔顿市 周五凌晨发生的一起车祸 与该市同时发生的一起 枪击事件有关 凌晨两点左右 一辆汽车在罗斯福和南布里尔大道 撞上电线杆 司机被直升机送往戴顿的迈阿密古医院 警方通过ATRIM医疗中心的安全摄像头发现 这辆车当时载有四名乘客 并在同一时间将一名中枪的女性送到医院 另一名女性也从车上下来 警方正在寻找枪击现场 初步推测事件发生在室内 俄亥俄州高速公路巡警 正在调查这起车祸 警方表示 当时并未追逐该车辆 Yahoo US 埃隆 马斯克再度在其平台APP上发布了一条 引发广泛关注的帖子 这次他用一张大富翁 游戏规则页面的截图 来讽刺美联储的无限印钞行为 截图中提到银行永不破产 银行家可以发行新货币 马斯克配文写道 这就是美联储的运作方式 他借此表达了对美联储 无限增加货币供应的担忧 并加入了越来越多 对财政赤字的关切之声 连伯克希尔 哈萨维德沃伦 巴菲特 最近也评论了美联储的困境 称杰罗姆 鲍威尔 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人 而且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但他不控制财政政策 高盛指出 无论下一届政府是谁 都将面临财政扩张的限制 美国的国家债务 现已超过34.7万亿美元 每个纳税人负担 超过26.6万美元 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的担忧 也在加剧 比特币作为一种 有限供应的资产类别 被一些人视为解决方案之一 投资者可以通过 Ishare Bitcoin Trust等现货 ETF购买比特币 Diplomat 拜登政府决定 对中国电动汽车 EV征收高达100%的关税 这标志着中美贸易关系的 一个关键时刻 这一举措 旨在保护美国新兴的 电动汽车产业 免受廉价中国进口产品的冲击 然而 关税的直接经济影响可能有限 因为中国电动汽车 目前仅占美国市场的不到2% 许多中国公司通过 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 来规避这些障碍 虽然关税可以暂时保护国内产业 但他们无法解决 长期竞争力的深层次问题 拜登政府的目标 是为美国电动汽车产业 争取时间 以便扩大规模 创新和降低成本 然而 仅依赖关税是不够的 美国需要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 并避免其错误 通过政府资助 税收激励 基础设施投资等综合策略 提升自身的全球竞争力 世界排名第一的高尔夫球首四颗地 谢弗勒在前往PGA锦标赛的路上 被警方拘留 震惊的图像显示 他被戴上手铐 并被带到警车上 据ESPN报道 他在一次行人死亡调查中 未能遵守警方命令 交通堵塞了约一英里 几十辆警车 在瓦尔哈拉高尔夫俱乐部入口处 闪烁着红蓝灯光 警方称 一名行人在穿越 专用于赛事交通的车道时 被一辆巴士撞倒 谢弗勒驾驶的SUV上 有PGA锦标赛车辆的标记 但他无视警察的指令 继续行驶 直到被迫停下 ESPN的杰夫 达林顿目睹了这一幕 他描述了谢弗勒被拉出车外 推到车上 并立即戴上手铐的过程 PGA美国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由于事件导致的交通堵塞 第二轮比赛 推迟了一个小时20分钟 谢弗勒最终未受到影响 继续参与比赛 南华早报报道 上海周五发布了一份白名单 以加快在其自由贸易区内 运营的公司 进行跨境数据转移 包括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 这为中国吸引更多国际业务 提供了急需的推动 这份涵盖64个类别的 普通数据清单 将使智能网联汽车 公务基金和生物制药等行业的企业 在不需要获得监管批准的情况下 进行数据转移 这一举措 使上海成为中国内地 首个实施具体地方规则 以加快普通数据跨境流动的城市 特斯拉和其他跨国公司 在这一三层跨境数据流动体系下 将能够更容易地确定 哪些数据可以自由转移 哪些数据需要进一步审查 特斯拉在上海临港芯片区 拥有一个庞大的超级工厂 这份清单将使其能够明确 哪些数据可以不受限制地 转移到国外 而哪些信息必须接受进一步审查 上海临港芯片区的国际数据经济 产业园将成为超过100家 领先数据公司的家园 预计到2025年将产生 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的总产值 南华早报报道 根据最新的季度审查结果 香港恒生指数编制公司 将在基准指数中加入 手机组装商比亚迪电子国际 取代碧桂园服务控股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也将加入中国市值最大的 黄金生产商紫金矿业集团 取代信义光能 这些变动将于6月7日市场收盘后实施 6月11日端午节假期后的 首个交易日生效 比亚迪电子将在指数中 占有0.22%的权重 增加市值761.5亿港元 碧桂园服务的权重为0.1% 比亚迪电子成立于1995年 2007年由比亚迪汽车分拆上市 主要为华为等品牌制造智能手机 笔记本电脑智能设备等 紫金矿业在中国企业指数中 将占有1.28%的权重 而信义光能的权重为0.35% 今年以来 紫金矿业的股价已上涨47% 远超中国企业指数20%的涨幅 恒生指数的成分股数量将保持在82支 而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也将保持在50支不变 《独立报》报道 查尔斯·勒克莱尔在艾米利亚 罗马涅大奖赛的首次练习中 创下最快时间 为法拉利带来了在本土获胜的希望 勒克莱尔以0.104秒的优势 击败梅塞德斯的乔治·拉塞尔 卡洛斯·塞恩斯则排名第三 马克思·维斯塔潘 在本赛季的六轮比赛中赢得了四场 这次练习中排名第五 刘易斯·汉米尔顿在意大利首次参赛 并在赛道上遇到了一些困难 他在过弯时失控 两次驶入碎石区 最终以比勒克莱尔曼 40分之一秒的成绩结束练习 维斯塔潘也在练习中多次犯错 未能完成最快眷速 19岁的奥利 贝尔曼兹三月在沙特阿拉伯 替补塞恩斯后 首次重返F1赛车 为美国车队哈斯参加练习 最终排名第15 亚历克斯 阿尔本本州早些时候 与威廉姆斯签订了新合同 但因机械故障 仅完成了八圈 Telegraph 中国研发出一种革命性的电动车电池 只需10分钟即可充电 并能驱动汽车行驶数百英里 国际能元署IEA 报告称 中国在化学领域的显著进展 使得新电池的能量密度 远超现有技术 IEA指出 这些电池可以在不充电的情况下 行驶250英里 而最新版本甚至可以达到600英里 然而 IEA也警告称 中国对制造电池所需关键材料的供应垄断 可能会因极端天气 贸易争端或地缘政治 而扰乱全球的净零排放计划 报告特别提到 中国电池公司宁德时代 CATL开发的神型 电池可以在10分钟内充电400公里 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应用于电动车中 最新的神型 Plus电池更是能在不充电的情况下 行驶600英里 这意味着 使用这种新电池的车辆 需要加油的频率将大大降低 成本也更低 Telegraph 1974年5月16日 每日电讯报第八版的一篇小文章宣布 大众将推出一款新的前轮驱动车 如今 高尔夫已经发展到第八代 生产数量超过3700万辆 戴尔 史密斯的1977年款高尔夫 恩是MK1中的稀有幸存者 正如他50年前从沃尔夫斯堡工厂出来使的样子 高尔夫是大众的第四款前轮驱动车 1970年的K70轿车是第一款 随后是帕萨特和西罗克 项目 EA337始于54年前 大众首席执行官库尔特 洛茨 告知设计师 乔尔杰托 乔治亚罗 我们希望你为我们设计一款甲科虫的继任者 1974年3月29日 高尔夫开始生产 第一批样车于5月到达大众经销商 英国的高尔夫销售 始于1974年10月的伦敦车展 当时大众刚与奥迪 NSU的经销商合并 尽管德国产品价格较高 但高尔夫凭借其宽敞的内部空间和前轮驱动设计 吸引了众多消费者 The Global Mail 大众与雷诺 关于共同开发经济型电动版 TwinO的谈判破裂 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这对欧洲汽车制造商应对中国竞争对手的努力 是一个打击 谈判失败 意味着大众可能需要独自开发自己的经济型电动车 而雷诺将继续设计 其计划于2026年上市的电动版 TwinO 两家公司曾希望通过共享工作来降低成本 这是欧洲汽车制造商面临的关键障碍之一 雷诺的电动车运营部门Ampere负责监督囤优项目 但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一位消息人士称 经过几个月的谈判 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另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协议曾非常接近 但大众最终决定退出谈判 选择自行开发汽车 由于谈判是保密的 消息人士要求匿名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他都可以通过电邮 想网址不知